原来EHR它的核心客户是谁呢 它的核心客户是HR和企业当中的一些管理层的人员 但是呢 现在我们去看 如果是HR SaaS的话 它的很多的核心客户的场景 已经变成了企业的员工 那在这当中 其实企业员工的体验度就变得非常关键 企业员工的体验度变得好的话 就会增强它的这个敬业度 那如果说敬业度增强的话 跟企业的这个绩效是有正关联的 大家知道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其实有一句话叫做Gabject in, Gabject out 就是说如果你是拉进去 拉进去会出来 如果说你提供的是有质量的 是非常有规则的这些数据的话 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决策 我叫沈建 我们是Connexa公司的CEO兼创始 我之前的话是在Connexa大中华区 作为Connexa大中华区的总裁 兼全球的高级副总裁 一直在那个中国的这个IT行业 包括这个第一代的互联网行业 在这个里边做一些工作 我自己来看啊 有大概三个主要的动因 一个来讲就是在整个的大环境下面 我们的整个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 就是人口红利 它在逐渐的消失 然后呢 企业在不断的夯实 它自己的内部的核心力的时候 又遇到外部经济环境的一些挑战 包括一些现在这几年经济下行的一些压力 然后这个当中就需要企业去提升 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人力资源怎么变成人力资本 就是对很多企业来讲的一个考验 这也是很多企业是去补课 原来这么多年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一些投入 这是第一个动因 第二个动因呢 是来自于我觉得是 现在很多企业讲那个数字化 很多企业都开始讲各种各样的数字化 那么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也是一个话题 所以在这种这个需求的这个推动下面 很多企业开始研究 怎么样通过这个人力资源数字化 来提升它的一个效能 那么第三个动因来讲 也就是这几年发生了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灵活用功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整个国家 我们在灵活用功当中的人群比例的这个占比 在快速的这个攀升 那么这个当中也会衍生出 相当多的人力资源的这个需求和服务来 从那个体量来看 就从绝对值来看 一定是这个灵活用功 它所相关的涉及到的 它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这个可能会是最大的一块切的蛋糕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从一个增速或者说从质量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HCM的这个领域 也就是整个人力资本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产品 它可能会在这个蛋糕切的这个速度当中和质量当中会来的是最高的 这也去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情况 在那个美国情况 你去看前十大的HCM的这个供应商 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size 就是他们的体量的话 应该都是非常大的 市值都是在这个100亿美金以上 而中国跟这个之间的一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将来它的一个增速会比较快的一个原因吧 首先呢 这个它的客户的核心客户吧 它的核心客户变了 原来EHR它的核心客户是谁呢 它的核心客户是HR和企业当中的一些管理层的人员 但是呢 现在我们去看 如果是HR SaaS的话 它的很多的核心客户的场景已经变成了企业的员工 那在这当中其实企业员工的体验度就变得非常关键 企业员工的体验度变得好的话 就会增强它的这个敬业度 那如果说敬业度增强的话 根据很多的这个调研报告来看 也就知道它和企业的这个绩效是有正关联的 所以其实很多企业开始越来越注重企业员工 在使用这个HR SaaS系统当中的一个体验度了 所以这个是核心用户它发生的变化 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说其实EHR以前传统意义上的EHR 更多的我们是看是在这个基础的人事管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CoreHR这一块 但是呢实际上我认为HR SaaS的含义 远不止CoreHR 它应该不仅包括CoreHR 还包含到这个招聘的管理 还包含到这个整个人才发展 人才的这个培训培养的管理 以及组织发展各方面的这个 人力资本的需求的这个模块 所以它不仅仅是CoreHR那么简单的一些模块 那么第三个来讲呢 就是一个敏捷和迭代 因为大家知道传统的EHR是做那个部署的版本 基本上部署在企业当中 你每年的这个迭代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除非你再去增购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大家知道HR SaaS是在云端的 所以它基本上有一个很方便的敏捷的一个迭代 这种敏捷的迭代会帮到很多的企业 有一种很舒服的享受到最新科技的这种愉快的感觉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规模不同的阶段的企业客户的话 这个它所对HR SaaS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么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不同的行业 它去做这个绩效考核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绩效考核的这个体系是不一样的 有的公司用的是KPI的考核体系 有的可能是用OKR 也有可能是用平衡积分卡等等 不同的考核体系 那么在这种不同的考核体系当中 你是不是用一套同样的这个系统来满足客户呢 当然这个答案是不是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difference 就是因为它行业不一样 所代表的不一样 比如说互联网的行业更倾向于用OKR的体系 但是传统的制造业或者银行这些企业的话 它更加prefer用KPI的那个考核体系 再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灵活用工 他可能去在做考勤和休假和排班当中 和这个Permanent Staff 也就是说是常工作的人群的考勤休假和排班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体系 所以就是因为行业不同 人群不同 它就是不同的 那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规模不同 也有可能 因为规模不同的话 你可能选用的HR SaaS的模块的数量 也是不一样的 复杂的企业可能会选用十几个模块 简单的企业一个模块就搞定了 而包括说企业的生命周期不一样 也会对这个造成很多的选择的区别 有的企业来讲可能是比较 在生命周期当中是比较欣欣向荣的 那它可能选择的模块和企业在稳定期的 或者是它有些下降期的时候 它所选用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挑战 一个来讲就是在整个人力支援管理当中 大家知道设计的这个模块非常多 包括到选人 用人 育人 留人 太人等等 这些都是跟这个人打交道的这些所有的场景 可是这些不同的场景它所需要的这个理解 包括它后面背后的数据是什么样串联的 这些都是我们在人力支援管理当中需要去重点考虑的一个点 而这个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组织行为当中 他们去做一开始来做设计的时候 它需要就有一个whole picture 第二个难点来讲呢 就是它背后它需要一个方法论和理论的一个支撑 人力资源管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这个 可能需要不断的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这么一个理论体系 那么在这个理论体系当中 就是说你背后就是一定是跟你这个组织 它需要达成的这个战略 所要进行一些匹配和吻合 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面 就是刚才说到的 它不仅仅是把这个流程表单线上化 它可能更多的是把这个人力资源这个方法论 管理体系包括追加实践 把它进行一个线上化 那么这种这个数字化和线上化的这个挑战来讲 它必须是我们讲做文科和理科 它需要兼备和相通相容的 那么第三个挑战就来自于就是说我认为的就是一个数据体系的一个搭建 因为我觉得任何企业做那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的话 它都离不开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首先需要有这个数据的一个记录 然后呢去做到数据的分析 然后最后是做到一个数据分析之后的一个预测 然后呢给到你决策提供这个依据 那么在这个当中你的数据的结构 你的数据当中的这个逻辑关系 包括这个分析矩阵 都是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需要设计好 并且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 然后呢才可以变成一个是符合你这家企业要完善的这么一个数据体系 原先的话是最早1.0我们称为 1.0这个版本的时候应该是更多的是工具和软件 然后呢如果演化到2.0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它更加的应该是一个就是数据服务 提供的是一种数据analysis的这个服务 然后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我自己认为的话 它更多的应该是提供了一种体验 而且是一种就是跟其他的这个一些数据的相连 或者共生或者是一种生态的这种做法 其实在SARS到PASS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是 它是必须要在SARS的一个高度的积累下面 才有可能去谈这个PASS 你如果说离开前面的这些经验和积累的话 和这些场景的这些理解的话 直接跳跃到PASS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的确PASS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跟SARS可以刚才你所说的用这个加号 为什么 因为SARS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公有云的概念 它其实是应该不是标准化的 然而呢 中国大量的企业客户它有很多定制化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呢 就需要你给企业的客户一种工具 或者说我们说像企业客户给到他们一些乐高玩具 用你的PASS来搭建他们的这个SARS的应用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又满足了这个客制化的这个需求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衡 平衡了客户所想要的标准化和定制化 这么一个combination 就是你比如说是在一个招聘的这个流程管理系统当中 就不同的职位 它要做不同的这个叫做面试的这个分析表 它本身也会有很多自定义的这个配置 那这些配置的话呢 你可以做在SARS层面 但是呢 你也可以做在PASS层面 可是呢 你做在SARS层面的时候来讲呢 它可能就需要去给到客户一定的选项 但这个时候你可能提供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这是公有云 但如果说你需要给客户更多的自由 让他们能更好的去搭自己的这个乐高 甚至于比如说客户说 我的招聘的这个流程 可能在我的这个集团当中都有两三套 甚至于更多还会改变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在PASS层面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它可能对客户的这个解决方案 最后就是SARS PASS PASS 是这样一种体系 我们现在所提供给客户的这个SARS的这个应用 它其实是基于公有云的 当然应该是一种标准化的 也就是首先是你在SARS方面需要很多年的这个积累 因为你没有那些积累的场景的积累和理解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这个PASS的平台 刚才我已经说了 没有这个PASS平台的话呢 客户的一些定制化的东西 你可能还是满足不了 你也平衡不了 所以的话呢 在选择了这个比较标准化的这个产品 客单价这个模式的话呢 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就是说它对于这个今后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 会有很大的这个便利性 因为基本上这些数据分析 它所基于的一些格式 或者说一些那个方向 都是比较的这个standard 比较标准的 那么大家知道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其实有一句话叫做Gapge in, Gapge out 就是说如果你是拉进去 拉进去会出来 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提供的是有质量的 是非常有规则的这些数据的话 你对于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结果出来的这个outcome的东西的话 你会有有质量的这些东西 那然后去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决策 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的决策 还有云的东西 它是敏捷的 它是迭代的 所以客户一直可以非常敏捷的获得最新的这些技术 这个肯定会有每一家的考量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它就是走这个是定制化的道路 它可能就是说我要去走比较重的这个定制化或者私有云的道路 刚才我就说它首先得有一些condition 就是它如果它达到了这个condition 它可以选择这条路 但它没有达到这个condition的话 它选择这条路也是不通的 它只能选别的道路去通向客户所想要的这个地方 那客户对他们来讲 对于所有的企业客户 它都是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它认为对它企业当下最适合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对于每家千家企业 它的千家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首先HR的SaaS不仅仅是CoreHR 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将这个流程表单线上画的这么一个工具软件 它其实更多的是帮助到企业客户能够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各种场景的内容和经验 以及方法论的线上画这么一个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面 它必须考量的是一个whole picture 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点 如果是个单点的话 那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块 但并不成为一个是解决方案 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很多企业 它的不同的企业规模 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 以及它不同的行业 它的需求也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 你需要根据这种情况下给到客户不同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仅仅是从一个单点去切入进去的话 并不能满足这些客户的人力资源数字化的整个需求 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就是说 人力资源的这个HSS 它肯定是往的这个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条道路会往前推进 我们公司的愿景是非常清晰 就是我们希望是助力千家万户的企业客户 能够帮助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的数字化转型 那么我们也希望是什么呢 真正的是帮助他们从人力资源管理转化成一个人力资本管理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对于人力资源的这个投入 它可能是一个有回报的一个投入 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像原来这个过去时这么一个定义 可能是我们要定义一个未来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发展和惯例